看一下 第二种画法就是我先把上面画完 先画线往上 往上多少15 15Enter 先把上面画完然后再画下面 下面的话就是 不是画圆是画弧 这边的话再给一个方向 第2个方向给20 记得这个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它的虚线 你不要 画偏了不然看起来会怪怪的15Enter 最后结束上面的那个 模字形的部分先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底下的部分 我要画一个弧 那特别注意 弧的部分一定会有个起点跟 一定会有个起点 一定会有个终点 起点 终点 特别注意 画弧有个观念 一定要逆时针方向 起点比如说你今天画的弧 假如你逆时针方向 一定要逆时针方向 所以你的起点应该是在左边右边 左边 对不对 逆时针方向 一定是这样逆回来的 一定是逆时针方向 你如果说你起点在这边 他画出来会变这样子 特别是逆时针方向 刚开始同学还是会搞不清楚 逆时针方向 反正你就习惯就知道了 就这样 转一下 逆时针方向就出来 这个是第1个概念 弧一定是逆时针方向 第1个 第2个一个弧会有分成长弧跟短弧 什么叫长弧 长弧就是因为我画出来 他这个一定 假设画一个圆 他一定会有个缺口 这个缺口 长的部分叫长弧 短的部分叫短弧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要长弧的话 半径就要给负的 比如说这边是 适时的话 那就要是负适时 他才会出现 的是这个长弧 有没有 有一个圆 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